不滿藍白再合作 硬是要針對進口雞蛋成立調查小組 民進黨立委集體退席 表達不滿要全力擋下 藍白則動用調查權活報場面更愁 一早就開始 監調和監察院早就出手調查 民進黨先緊要藍白擴圈 再加上根據藍白修正的立法院 職權行使法 在調查中的案子 立法院不得越卷調查 但藍白現在又要成立 調查小組痛批根本就是在違規使用 不是在這裡進行審判 這個政策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缺失 是不是有問題 把這個問題明清 然後一併給全民知道 要防止民進黨公事 國民黨一遭假急動員 最後推舉民眾黨立委張祈凱 作為調查小組召集人 只是憲法法庭8號 才針對國會職權修法召開程序庭 若對立法院調查權才暫時處分 勢必衝擊調查小組的後續進行 可能也要到8月或9月了 那我們在現在成立 就是希望說可以盡快來實施調查 既交通委員會成立進電視調查小組後 經濟委員會也跟上 藍白機即審查弊案的同時也要跟時間賽跑 華視新聞科捲彭冠林台北採訪報導 哈囉我是林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